今天晚上的社會話題是發生在桃園市中壢區的早上十一點多 死亡車禍發生了 您看到當時監視器拍下 這名公司小主管載著一名幹部 還有兩名外籍移工 當時要去參加公司尾牙 可是因為不熟悉路況 所以車禍發生 當時被一輛直行的砂石車 直接撞到車子 駕駛當場的被甩飛出車外 而且送醫還在搶救當中 另外車上三名乘客急救無效 宣告死亡 紅色自小客車在路口處左轉 卻有一輛直行砂石車高速行駛 直接將自小客車撞飛到分隔島上 瞬間發出巨大聲響 從另一個角度看 事發突然 砂石車駕駛來不及踩砂車 撞擊當下 紅色自小客車旋轉了好幾圈後 被拖行到中央分隔島 猛烈撞擊下車體零件 車內物品全部噴飛出來 場面一片狼藉 被砂石車正面撞擊的自小客車 右側車門跟車體分離 整台車變成廢鐵 車內的人無一幸免駕駛重傷 緊急搶救中 而另外三名乘客急救無效 宣告死亡 這起車禍意外就發生在桃園市中立區 27號早上11點多 公司林姓小主管開車載著陽姓幹部 以及范姓梨姓兩名越南籍移工 正準備要去參加公司尾牙 行進高鐵南路五段要左轉福達路時 依次不熟路況和對向綠燈執行的 道姓砂石車駕駛發生嚴重車禍 釀成三人死亡 我們今天都是尾牙 因為他也是新手 新手比較可能對這邊狀況 也不是很熟 接獲二號的公司副總抵達現場 萬萬也沒想到尾牙活動瞬間變了掉 而附近民眾也透露許多人 經過這條路時常常不熟路況 發生車禍 外地人他不知道說 他不知道說這個東西你要過來 要等一下 等直線車完畢 看前面綠燈沒有他才可以轉 車禍發生的地點因為沒有左轉號制燈 許多駕駛不曉得轉彎前 還得先在中間停下來 等到對象變紅燈才能通行 而一場車禍帶走三條人命 過年無法團圓 讓家屬悲痛萬分 記者紅炒旋翁金斧王小華 桃園報道 臨時尾部 本集團 請就請